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外祖父是一位革命者 是经历过长期内战的退休老兵 这类老兵的人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的一生中有两种活着的方式 前半段是战争 后半段则是等待 因为为了政府打了很多年仗 经历过太多战争 以至于养成了一种习惯 用战争与死亡看待和标记自己的生命 比如19岁时经历了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21岁第一次看到谁从身边死掉 我们丈量自己生命的刻度啊 往往是通过学业与工作或者是结婚与生子 比如前几天的高考就是当代所有人的集体回忆 而对于外祖父这种人来说 他们用来标记时间生命最重要的尺度就是战争 那么如果生命中没有了战争 会变成怎样呢 马尔克斯在他的回忆录中给了我们答案 如果外祖父的生命中没有了战争 就会变成时间的停滞 变成了无穷无尽的等待 当年他们为政府征兵出战 得到的许诺氏 退役以后会得到非常丰富的退休金 那就是他们等待的对象 但因为承诺的数额庞大 政府根本无力支付 甚至根本没有打算要付 在马尔克斯的小说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 里面退役的上校每个星期都去问 有没有信来 时间就好像橡皮泥一样 在战争中被役节节断开 而在战争后揉成一团 被无限拉长 近乎停滞 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母 有着和外祖父完全不同的时间感 在马尔克斯很小的时候 他和一大家人住在加勒比海沿岸的大房子里 他像一只小野马一样乱跑乱跳 叫他乖乖地待在一个地方 他怎么可能会听话 于是外祖母就会说 你现在坐在这里不要动 可千万不可以去那边 去那边会吵到你姨婆 不可以去那里哦 大表哥在睡觉 这些人是谁 他们都是已经死了的人 外祖母不让他乱跑 理由是 活人不可以扰动死人 对于外祖母来说 屋子里不只有活人 还有更多的幽灵 马尔克斯在回忆录里写道 我始终战胜不了独处的恐惧 更别提独自在黑暗中待着 我知道根源在哪 夜里 外婆的幻想和预感就会成真 如今我已年过七旬 还会在梦里隐约瞥见 走廊上茉莉花的炙热 和昏安卧室里的幽灵 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在拉丁美洲形成 与其深厚而复杂的民族文化传统 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时的拉丁美洲就像是亡灵的孤岛 这样的环境在一个小孩 尤其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小孩心中 会留下深刻无法抹灭的印象 他活在一个充满幽灵的空间里 而那些幽灵不是什么恐怖故事里的恶鬼 地狱里的怪兽 而是有身份的和他有关系的人 他们都是死去了的亲人 如果小加西亚马尔克斯跌了一跤 外祖母就会说 你看 你不乖又被姨婆推了一把吧 走在街上 外祖母会指着空荡荡的街道对他说 这条街你不能乱跑 因为街上太拥挤了 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碰到哪个死掉的人 跟人家走到什么奇怪的地方去 那些亡灵是在这个空间中 曾经活过的人的延续 不是莫名其妙的外来的鬼 这个是阿公的阿公 那个是旧婆或叔公 都和小马尔克斯有着具体明确的关系 如果你身边有百年孤独 现在随手翻开一页 你会发现里面的每个段落 每个人物 他们对于神话与现实 生存与死亡有无界限 越来越模糊 死去的人依然可以重新登场 活着的人竟然可以和幽灵对话 甚至发生关系 而与哈利波特 魔界这类魔幻文学不同 马尔克斯不会特地区分 麻瓜和魔法师 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 应该说 马尔克斯故意地把这条边界给模糊了 为什么只要你读了百年孤独的前几章 脑中就会闪过一个清晰的念头 这本书和过去读的小说很不一样 因为这本小说的作者从一开始就告诉你 这个世界没有边界 但是一旦连生与死都没有了边界 你肯定会产生和小马尔克斯一样的困惑 这个已经死了的姨婆变成了幽灵 那么幽灵还会不会再死掉 如果幽灵死了又会变成什么呢 死掉的幽灵会再度变成幽灵吗 那么它二度变成幽灵之后 还会不会死掉呢 要谈论这个话题 就要回到这本书的书名上 百年孤独 在长达一百年的历史里 布恩迪亚上校 不断回想起面对行刑对时的画面 以及面对行刑对时所回想的过去的事 在这些回忆中 死掉的人变成幽灵 幽灵再次死掉 又变成另外一度的幽灵 于是他变成一种永恒的存在 在永恒中穿插着死亡 这是外祖母世界中循环不止 永远没有尽头的孤独 这种循环的方式 在后几期节目会详谈 在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二百年来 外祖父经历了无数血腥的战场 可一旦不打仗了 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等待 时间在这场漫长的等待中停滞 可人却在停滞中衰老颓败 外祖父的时间 与外祖母的时间相互交错 让百年孤独的底色渐渐成型 同时也带我们回到那个尚未除媚的世界中去 这个世界的名字就叫做马孔多 作为一本小说 有极其复杂和庞大的祖母关系 甚至当中每代人的姓名都非常相似 这些名字是很多读者的噩梦 哪怕是自制祖母关系图也看得非常费精 除此之外呢 百年孤独的时间线也极其复杂 光是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横跨了三个时空 下期节目的标题是 我们该怎么读百年孤独 我会正式进入文本 聊聊百年孤独的多重倒序时间魔术 和永远记不清的人民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更详细地了解节目内容 每天会推荐好看的小钟电影 以及一些没有做成视频的影评 微博搜索狂阿弥 看看阿弥的日常生活 关注我的网易云电台 让你真正地边走边听 我是狂阿弥 明天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